几个月前,菲律宾恬不知识地以牛俄交主人自举 大肆炒作《中国遇传在牛俄交躲避台风的目的》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甚至还对此在网络上发表了非常不友好的言论 一时之间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热议 也让中国和菲律宾的外交关系再次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那牛俄交到底在哪儿?菲律宾又为什么紧盯我国的牛俄交不放呢? 欢迎来到这首季,我是阿聪,喜欢我的视频,辛苦点赞再关注 牛俄交位于南沙群岛九张群交的东北段 是九张群交中最大的一个 和九张群交西南端的赤瓜交正好东西胡云 不过,虽然牛俄交是九张群交中面积最大的 交体面积大约有22.34平方公里 交平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 但是相较于九张群交中 其他面积小不少的东门交、西门交等比较著名的岛交 大众对牛俄交并不算熟知 牛俄交顾名思义 这是一个从上空俯瞰形状 非常像农具牛俄的珊瑚交 而所谓牛俄 就是旧时农民套在牛脖子上的耕作农具 形状酷似人字形 当地渔民也正是因为这个将它称之为 牛俄交或者九张头 退潮的时候 牛俄的形状看起来更为明显 在水域复杂的南海中 评判一个岛交是否有价值 除了看它的占留位置和资源丰富性外 是否具有能够避风和避浪的细湖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 毕竟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 很多时候发生的大风浪 都伴随着比较大的危险 而牛俄交和位于南沙群岛 正和群交动断的安达交 所面临的风浪环境是差不多的 附近没有其他岛交 就是一片广阔的海域 所以一旦风浪来临的时候 没有任何岛交帮忙阻挡的情况下 牛俄交所要面临的风浪力度 要比九张群交其他岛交要大得多 这个时候 如果有渔船在附近海域经过 作为九张环交中 唯一一个拥有大型西湖交体的牛俄交 西湖面积大约为10.89平方公里 就能够依靠本身面积较大的珊瑚交 来抵挡外侧的海水和风浪 可以说 牛俄交是九张环交 甚至南沙群岛中 为数不多 能够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 为过往渔船进行遮挡的岛交 正因为如此 从古至今 当地渔民一旦在牛俄交附近遇到了海浪 都会选择到牛俄交 这个天然两岗来聚集躲避 几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国大约有220艘渔船 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 只能暂时聚集在牛俄交 进行暂时躲避 但是随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就发布了中国渔船 在牛俄交的照片 并恬不知耻地声称 牛俄交在他们专属经济区范围内 大肆炒作这些渔船 并不是简单的船员 而是我国所谓的海上民兵 随后菲律宾的外交部 撂下狠话表示 中国渔船在牛俄交待多长时间 他们就要抗议多长时间 就连菲律宾国防部长 洛伦扎娜也在推特上 发表了非常不友好的诸位言论 先是指责中国 侵犯菲律宾在牛俄交的主权权益 菲律宾会采取措施 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以巡逻的方式来宣示主权 和保护本国的域名 最后甚至直接爆粗口 让中国渔船从牛俄交滚出去 因为这番言论 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的怒火 和中国外交部门的其他不满 所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得不出面平息 虽然杜特尔特解释出的 中国仍然是我们的恩人 不能仅仅是因为与中国有冲突就出言不逊 还要求洛伦扎娜公开向中国道歉 但是话里话外的意思 却没有否认之前关于牛俄交的那番言论 不说牛俄交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传统渔场 和中国渔民的避风港 中国渔船在自家避风港 不管是躲避台风 还是其他方面的作业 本身就是合理合法的 而且以往每年 牛俄交附近的海域出现大风大浪 中国渔船都会去牛俄交避风 这又不是第一次 很明显菲律宾方面 这不是找茬吗 而且重要的是 根据海洋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拥有牛俄交的主权 它周围12海里的领海主权 和200海里 都应该是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域 并且在地理位置上面 也明显是我国更靠近牛俄交 我国同处于九张群交的东门交 和牛俄交只有18公里的距离 菲律宾本土海岸线 离牛俄交最近也有300公里 甚至菲律宾最靠近牛俄交的巴拉旺岛 两者之间 还被南沙第一大岛美交岛给隔开了 所以菲律宾到底是哪里来得那么大了脸 称牛俄交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 还装腔作势 接替发挥炒作了一番 但既然不管从哪方面来看 牛俄交都不会属于菲律宾 为什么菲律宾 还紧盯着我国的牛俄交不放呢 从20世纪开始 我国就逐渐加强了 对南沙群岛的各种管理 并在永俄交上 建立全球海平面连侧网第74号海洋观测站 观测周围岛屿的情况 就连南沙永俄交 南勋交 主臂交 华阳交 赤瓜交 东门交和美济交 这七个无人岛交也派了军队进行驻守 我国这一系列 对南沙群岛加强管辖的动作 再加上 后面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让一直对我国南沙群岛 有寄予之心的菲律宾 不敢再轻举妄动 但是各种小动作却一直不少 1999年的时候 菲律宾就趁着我国 驻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大使馆遭了轰炸 无暇估计太多的机会 派旧军舰 坐摊在我国南沙群岛中的 仁爱交 西北交平 当时声称 船底漏水不得已 却一直非法坐摊到现在 硬是赖着不肯走 期间还多次偷偷对旧军舰 进行加固 以达到长期坐摊的目的 继续打着有一天 将仁爱交 及附近丰富的游戏资源 占为极有的算盘 而如今菲律宾 对宁岛的一起来操作 我们不得不防备 菲律宾会重演坐摊占领 因为中国渔船避风事件 才过去一个月 菲律宾方面 就打着保护菲律宾海域 和资源的幌子 拍出了两艘海巡船 两艘公务船 以及七艘舰船 在我国宁岛海域进行活动 如果哪一天 这里坏了 那里需要维修 坐摊来着不走 又将是一个 很难赶走的拉锯站 毕竟 牛岛作为中国南沙群岛 第一大天然两岗 一进吹田 就将成为南沙第一大岛 到时候 再将南沙群岛的穹台脚 吹田成岛 并都在上面建立基地 两者相互支撑 将让我国进一步加深 对南沙群岛 和附近海域的控制和保护 比如中国领土最南的区域 和南海著名油漆附近区 曾母暗沙 对此 菲律宾自然不想看到 自然也就更想把牛角 站为己有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欢迎在留言区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